基隆布立医院季节交替时病患也很多 有妈妈带六岁的儿子去看医生 拿到药单时却发现这处方间下方哪里怪怪的 只见在过敏史的备注来 居然出现五个字是骂妈妈的不雅字眼 事后这位妈妈把照片po网 网友纷纷说 有的医院会用符号表示病人的个性 让医护有心理准备 但用文字较少见 也有人认为单纯是失误 更有网友支持提告 晚上的时候医院有打电话来 就是说他们的系统有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事 布立基隆医院文字声明 门诊护理师未进入相关字眼 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 先向民众致歉重新列印处方间 系统厂商协助厘清 未有进入不雅字眼等情势 社工室持续透过电话关怀民众 虽然目前调查 没有医护人员输入这些字 那到底怎么来的 还是骂人很难听的字眼 引起不小风波 看来院方真的得好好查查 三星人林俊华古先 基隆